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轮车正前方 有一点点笨笨的样子 好 那我给各位猜猜看 三个轮子比正常的摩托车遇到COOLA的几率是多少呢? 一二三 好 两个轮子三个轮子应该是1.5倍吧? 错! 三个轮子遇到COOLA 会回到COOLA的几率是三倍 再来我要讲这个车灯啦 那有一次在跑西滨晚上的时候 用远光灯可以看得很远 可是前面的路线就 看不到这个地上的画线 所以我建议啦 开远灯应该可以开启一个近灯远灯同时开的模式 当然也可以透过装个雾灯来解决 但是我希望原厂能听到我们声音啦 好 再来就是这个风镜的部分 之前呢 我没有加装这一块 那整个风从前面倒过来的时候 这个风是整天的啦 喷到脸上 那你后面呢? 你后座答案有什么感觉吗? 没有什么感觉 都没有感觉 前面才有感觉 前面才有感觉 后面没有感觉 对 会有点黑 好 没事 后来我才去加装这一块啊 在虾皮上面买的 哎呀 总共好像七八百块吧 然后装了之后呢 整个气流啊 就是勉强从安全帽这边滑过去 所以说这个风镜要么做矮一点 要么高一点 对我这个177的人来说 真的很不友善 整天为面这样扑过来 还是说是做可调的 变动的 太奢求了 那当然我们行驶在市区呢 会想说 诶 有多一点风灌进来 那可不可以这样 在这边啊 开个活动的窗口啊 你看红佳藤原厂 有没有想到这个 哎 做一个漂亮的窗口 在市区我们要多吃一点风的时候 可以打开 不要的时候盖起来 也可以不用做升降啊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后座 访问我们后座达人 哎 你觉得这个车子做了 它的后座那个蛮宽的 做起来很舒服 跟一般节奏比较不同 做仓库的 大面积啊 这个弹那个什么弹性也可以 然后后座又加了这个箱子 好 这个是另外一家的 原厂没有配备 买箱子 再加装一个靠背 我记得大概四千块左右 好 然后我们讲讲缺点 缺点就是 那个 引擎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热 对 停红绿灯的时候 热气从这边跑上来 对 脚那边会很烫 会烤后腿肉 烤完男主角 没有 不要打开 没问题 这个速克达一定都是这样的 引擎在这边 这避免不了 然后还有一点 最常抱怨的就是 跟一般机车不一样的地方 一般机车轮子在这里 它在旁边 如果去浴水 水就从这边溅起来 然后会见到后面 刚好就后座达人的 鞋子跟那个裤管 很容易打湿 好 这个就是这台车啊 后我们后座达人 做了五年之后的 这个一个感想 一个缺点 刚才有提到后箱 这个后箱的选择呢 我觉得贵便宜的都没关系 可是我的经验就是 四四方方的 比较好整理 对不对 像这样子 旁边这个空间啊 就有点浪费掉 很难利用 总的来说 过弯的时候还是蛮稳的 对不对 对 比两轮的车子更有安全感 那油耗呢 差强人意啦 因为毕竟是200多公斤的车子 那虽然它有350cc的引擎 可是骑起来 你那个速度感的话 大概就150-180的车子差不多 尤其是载人之后 你怎么减肥啊 没车 要稍微短时间的驻车啦 也是很方便的啊 这个手把一拉下来 诶 车子就真的 稳稳的啊 也不用踩中柱 对 那这个是非常稳的 你看 这样都没关系 不会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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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太大了 好 这表示说这个是蛮稳的啦 那我在这五年的骑程当中呢 除了新车 有一次大概两三千公里的时候啊 有一次骑一骑就突然整个熄火了 就一次 但是我希望说 再来就没有发生了啦 就那么一次 其他的时间都带给我蛮安全的感觉 稳定的感觉 看我之前影片就知道对不对 二十四奈 环市几点 跑过武岭到河湾山 到黎山北横到处跑 都没事 那 也希望啦 宏家藤啊 能再把造车工艺做得精致一点 像这个把手用了五年 稍微黏黏的 这个看应该要换新的啦 也没错啦 可能是消耗品啦 还是我的手 手筋太大 我给你捏二三十年了 你都没事了 这捏五年就出事了 就要黏黏了 车子的问题 你看我对你多温柔啊 这是车子的问题 那至于当时为什么会选这台车呢 除了价格因素 也是人生的第一台重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在片尾为大家示范 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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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že você mommy você você eu você você car é você você ç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